今天我們要試吃一樣,我覺得很新奇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即食東西,到底怎樣窩法呢? 很想知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屎萊姆,歡迎收看屎萊姆的三次元 不要以為是一般杯麵、碗麵、即食麵那麼簡單 而是複雜到連我都不太懂得煮 他們的袋子是非常之厲害 首先這個是天鍋、咖喱、鍋、烏冬 這個即食東西,到底怎樣窩法呢? 到底會不會是放一個爐頭,然後加熱 然後就做到一個窩的感覺呢? 如果是,那就多方便說 十多元 而這個是天鍋炸蝦鍋活動 好啦,那我們先試炸蝦 把水位的水倒進去 然後到裡面,一條指標的線 然後就給它火 煮大概兩分鐘 然後再把麵條再加入煮熟的雞蛋 不要緊,我們先打開來看看好嗎? 到底能不能給到一個鍋的感覺呢? 竟然是這樣的 首先就有一個... 其實我一直都很疑惑這個字 你以為魚字還有堅持是讀什麼呢? 知道留言嗎?是否有指呢? 這個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天婦羅? 然後就是烏冬 它就是這樣而已 好像留在家裡 好啦,我現在去煮 煮滾了,是時候放我們的烏冬下去 然後煮兩分鐘 感覺上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打一隻蛋下去 那我剛好這隻日本蛋 配上日本烏冬為之,非常合適 好,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就關火 是時候要試試它 我先試了天婦羅 因為它一會兒會軟 嘩,看不吹的 算了,這個泡軟了 那隻蛋我決定拌勻來吃 嘩,好像很好吃,你看看 嘩,這些蛋汁 好像很好吃啊 沒辦法 試一試,到底有沒有烏冬鍋的感覺 我發現我煮久了 因為剛才它煮不散了 煮不散了,令我感覺到很不安心 所以我另外再煮多一分鐘 但是煮完一分鐘之後 那個烏冬太軟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那麼軟 但味道是OK的 加上這隻蛋,本身的藥色醬油 整件事是挺香的,OK的 好,然後試試那個軟軟的天婦羅 浸了湯會好一點 比起剛才沒那麼噁心 其實不太差的 我想最重要是我的蛋夠世界 但至於有沒有那個 寫一個窩的感覺 我一定覺得沒有 純粹我覺得是一個湯湯冬 這個如果要我給分的話 我應該會給... 7.2分 整體上來說都不錯的 不過原來呢,張紙後面有圖文說明 教你怎麼煮的 把它封面那個... 啊,做什麼 好啦,再看看剛才煮的方法 其實都... 不是太錯 現在先把那個烏冬放進去 煮兩分鐘 然後煮完兩分鐘 再加其他的醬汁 然後呢 弄散它,再煮一分鐘 咦,不是喔 整體都是煮了三分鐘 即是我的烏冬煮的時間 是差不多跟原定的 咦,原來這個烏冬是比較軟的 不是因為我煮得久了 另外那個咖喱烏冬是沒有任何配料的 但就有兩包不同的調味料 一包是咖喱的粉 一包是液體 咖喱烏冬煮的 咖喱烏冬煮不客氣啦 試試它 這次煮的時間沒有剛才那麼久 所以這次的烏冬呢 沒有那麼軟身 比較正常一點 它的咖喱味 我略嫌覺得不是太夠濃郁 不過整體上的感受都是不太差的 這次呢,我用再大一點的火煮 整個出來比較有那個鍋的感覺 多一點 但它也只是一個燙烏冬 不錯,不錯 OK 又來到比分的時間 有點尷尬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沒有任何配料 相片好像順色了一點 因為剛才那個比較有誠意 但咖喱味道我覺得比較好吃 好啦 我決定 這個也是 7.2分 打! 哇! 今天就打平了 好不好 好 Super 對呀,雖然我真的喜歡吃咖喱味多一點 但我對咖喱要求相對都比較高一點 所以7.2分是這樣 只要說會不會再買來吃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呃,我有機會會買來旁邊 譬如放在家 突然想吃東西 又吃染了米粉 又不太想吃公仔麵的時候 第三個choice 欸,想吃烏冬的 湯烏冬 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還是那一句 我覺得他不給我石字兜 就這樣給我包裝 可能更方便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奇形怪獎的 想我試吃 記得在留言下面告訴我 或者發個鈴鐺給我看 OK 還有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按個小鈴鐺 下次再看星期節目 沒有同樣時間 再見到位 拜拜